我每天都在關心那個 我們的拆除進度 我們每天都有看著直播 那現在呢我爸爸最常看的就是這個 那個直播頻道 他每天沒事就看 那目前呢我們說到 這是在兩個小時前最新的進度 他大概有拆了一些啦 那但是這棟樓啊 他還是比我們的那個飯店高 所以如果砸下來的話 目前還是會影響我們的結構 所以可能要等到他真的完全拆除 我們才有辦法真的危機解除 年底應該是有希望啦 我們希望因為現在才四月嘛 如果拆了八個月 我們真的也是要瘋了這樣子 那要嘛就是 我也不知道怎麼講 但是說真的 因為這個拆除的作業很專業 所以我們是完全就是聽縣政府的安排 那他們說要怎麼拆 他們要打綱樓 他們要幹嘛 我們是 我們只是業者 我們沒有智慧的餘地 我們跟其他的受災戶一樣 我們就是那一區是重災區 那現在因為我們大家怕 我們其實比大家更怕 我們也很怕旅客受傷 所以我們就是不敢開業 目前已經超過了 我們原本預期的這個14號 可能沒有停個一個月 兩個月去修復 我覺得可能是蠻難的啦 我們有後續的退款啊 然後我們有包括這個 預訂旅客的取消啊 這些文書都還是在做 所以我們每天都在燒錢 幾十萬幾十萬的燒 損失多少 到目前為止 我覺得千萬跑不掉啦 加上我們還沒有包括營業損失 就是包括我們的一些固定成本啊 折舊啊 這一些 那但是 就是 大家平安就好 謝謝大家 那不是 我們來不及 我們來不及 賠儀 uch